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3年的2月9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从香港的资金出逃 以及资本大鳄通过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做空人民币 会使中共血尽而亡 中共这么多年这么牛 一是有所谓的14亿奴工 二是2亿富起来的中产 加上一定数量的富豪 形成的有一定购买力的市场 这也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离不开中共的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他们要卖车、卖葡萄酒、卖奢侈品给国人 但是中共最厉害的还是它的蓝金黄 黄不用说了 中国的美女有的是 就是控制网络和媒体的蓝 买通世界所谓精英的金 这都是需要money的 老毛时代 老毛也想这么做 也想控制世界 但那时没钱 他没办法 过去二三十年 中共有钱了 中共就用大量的金钱来收买媒体 收买政客和跨国巨头 科技精英、医疗官僚等 在中共持续挣钱的过程中 香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刚开始是港商带着资金技术投资大陆 后来是跨国资本投资大陆 但是跨国资本又对中共的动不动就没收资产这套 心有余悸 害怕挣的钱拿不走 但又想在中共国挣钱怎么办呢 通过香港投资 因为香港实行法制 而且是和英美一样的法律体系 在有监管完善 最主要资本可以自由流动 汇率稳定 挣了钱可以随时拿走 因此很多美国、英国资金等通过香港投资大陆 香港不仅是国际资本投资大陆的中转站 还是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筹集资金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由于港元与美元挂钩 而且香港没有资本管制 因此在香港上市可以为进行外国收购和投资带来硬通货 中共的国企通过在香港上市筹集到了更多的国际资本 为中共的企业扩大再生产 收购其他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 再有香港还是债权融资中心 中共国实体企业通过香港大局挤债 包括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 香港是中国企业最大的离岸债券发行中心 企业在香港能够借到比在在岸期限更长的资金 而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 还可以融入硬通货资金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者史宗汉称 当涉及美元债券时 大型国有银行和工业企业更愿意在香港发债 由于香港有独立的一套运作体系 但又受中共控制 因此中共把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 还有一个是伦敦 但最主要还是香港 中共政府可以在香港指示国有银行购买人民币 或者中国央行发行票据 从金融系统中回收资金等手段 来控制资本外流或者支撑人民币 在香港实施所谓的市场化的人民币 给国外资本一种假象 中共的人民币在香港也是国际化的 也是可以交易买卖的 不是资本管制的 中共通过在香港让中共的企业上市筹集资金 发行债券 筹集的资金给中共的经济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再加上所谓的14亿奴工 因此中共在最近的20年经济才腾飞 才有钱收买全世界贪婪的政客 以及各行业的所谓精英 但任何事情你在享受它带来的好处的同时 也要接受它带来的巨大的灾难 因为香港这个门户对中共筹集资金等方面 有巨大的好处 中共会一直留着香港这个门户 在经济大发展时 怎么通过香港进来资金在经济衰退时 就有多少内地资金通过香港跑出去 近年来有多少内地资金在香港买楼 然后卖掉资金去往海外 还有股市的资金在香港把股价拉起来 前洗单净了 挣了一大笔 然后资金又进到瑞士 卢森堡 塞士尔等某些人的账户里了 还有通过香港这个人民币离岸中心 大量资金套现美金或欧元出逃 金融是中共的命脉 没有钱 中共不仅不能再继续蓝金黄 就是国内的军警特县没钱 也不听他使唤 现如今中共的财政没钱到什么程度 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事实 若是在持续失血 那中共就血尽而亡了 2021年底的离岸人民币规模约1.5万亿人民币 这些境外人民币的主要用途 一是扩大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外贸结算的工具 二是作为金融杠杆工具 主要用于外资加杠杆后 购人民币外债 这个衍生品市场在新加坡 截至2021年底 人民币外债的规模达到了7.89万亿人民币 人民币外债的规模是离岸人民币存款的足足5倍多 如此庞大的境外人民币衍生市场 是绝佳的做空人民币的武器 外资大鳄想到境内去做空 会被中共关门打狗的 但中共控制不了新加坡 因此资本大鳄可以在新加坡 通过衍生品市场来做空人民币 因此香港现在已经成了中共的软肋 不仅资金从这出逃 还要被资本大鳄盯上来做空人民币 香港这个门户关又关不了 因此当年中共从香港那儿融资得到多少好处 现在香港就给中共带来多大的麻烦 就会产生多大的灾业 那间谍气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我可以告诉大家 说明美国整个内部 对中国的情报掌握是灾难级的 就是你能想到这个国家这么伟大的美国 对共产党他把球准备放出来 就是严格讲咱脑子想象 美国人中南坑一决定 他就知道拉什么屎了 是吧 一说要放球你就知道了 这才是咱们想象中的美国 第二放出来了 那美国肯定马上知道 第三个进了美国进了美国马上知道 第四个 当时美国就转了一天了一个小时了 他肯定知道 都没有 都没有啊 这是有多可怕的事情 而且这个时候大家你们还研究是氮气呀 还是氦气呀 还是氢气呀 是吧 还是叫做淡纤维织出来的那个材料啊 还是那个橡胶的这个外皮 有用吗 你想研究球去吗 问题是美国对情报的把握 记住两国交战 谁先掌握情报 而不是谁的 谁的炮肩 船肩 炮肩不是这个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